嗨,大家好,我是新疆的火凤凰 让大家看一看我办公室窗台上的花 发现了没有,少了一盘啥 是不是少了一个长寿花呀 我长寿花让我同事强行搬走了 他特别喜欢 那天我就用剪下来的长寿花 就做了一个水瓶擦花 他就特别喜欢 在之前他就喜欢 他说给它吧,给它吧 所以我就给它了 走,我们去看看 我那个花在他办公室养得好不好 都说他养花养得特别好 我们去看看 你看我办公室的这盆长寿花 他挺喜欢的 你看他把这个长寿花架着木棒子绳子绑上 他这个人是比较中规中矩的这种人 然后他把花也比上让它长 不允许它动倒戏来的长 还有这个大叶海棠 养得这个花一串串的 见过大叶海棠 他说他把它当丫头养了 还有这个吊栏 吊栏长得太壮 叶子宽宽的 绿油油的 你咋养的 才放下你 放羊缝了是吧 长得这个特别好 因为他放羊缝 他太会养花 你看他把这个 芦荟 我们家长得 巨无把芦荟 他弄到办公室来 给它绑上树形了 人家常说 喜欢养花的男人 就非常爱老婆 大家赞不赞同我 这个观点 赞同的给我点赞 关注 好男人全部点赞关注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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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